大家好 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中国有句古话 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在关键时刻,还是自己人能靠得住 所以,历代开国皇帝在称帝以后 都会大肆分封皇族 如刘邦实行郡国并行制 朱元璋则将最有实力的九个儿子封在边塞 人称戍边九王 当然,皇帝分封他们也不是让他们吃闲饭的 当朝廷的中央政权受到威胁时 他们有义务护驾秦王 但隋文帝、杨坚有四个兄弟 为何在隋朝灭亡前夕,不见他们出来救世呢? 洋堂主搜集了一下,分享给大家 父亲是北州驻国大将军杨忠 杨忠共有五个儿子 分别是长子杨坚、次子杨整、三子杨赞、四子杨松、五子杨爽 其中次子杨整、三子杨赞与杨坚是一个妈 四子杨松、五子杨爽是另一个妈 至于他们为何没有在隋朝灭亡时出手相助 听我给大家慢慢道来 杨坚的二弟杨整在北州冥帝时 凭借父亲的军功,被刺绝沉流军功 车骑大将军 公元576年,杨整随北州五帝攻打北齐 栗战而死 杨坚在建立隋朝后,追封他为蔡王 杨坚的三弟杨赞是北州驸马 娶的是北州五帝的妹妹顺杨公主 因为他长得一表人才,又喜好读书 所以在北州时很有名气 十人称他为杨三郎 尽管杨赞与杨坚是同父同母 但二人却脾气不和 在杨坚称帝前,杨赞害怕他称帝未成 连累同族,曾数次阴谋杀害杨坚 杨坚建立隋朝后 杨赞被封为藤王,担任雍州牧 但后来因为触犯法律,杨赞被罢免 开皇十一年,杨赞随杨坚到丽园游湾 却突然暴毙而死 死时42岁 很多人都认为是杨坚处死了他 杨坚的四弟杨松,早年因父亲的功绩 被封为兴城郡公 但不幸英年早逝 杨坚称帝以后,追封他为道王 杨坚的五弟杨爽 从小聪明伶俐 在六岁时,就被封为同安郡公 因为他从小是被嫂子独孤皇后 抚养长大的 所以,深得杨坚的宠信和重用 隋朝建立以后 杨松被封为魏王 上驻国 担任雍州墓 在开皇初期 他曾两次率军出征突厥 且大胜而归 可惜也是英年早逝 年仅24岁便去世了 由此可见 隋文帝杨坚的这些兄弟 在他还活着的时候 便先后去世了 更别提后来帮助杨广力挽狂澜的事儿了 而演艺小说出现的《靠山王杨林》 原刑实际上是杨坚的足弟杨肃 杨肃在北周时 官拜车记将军 宜同三思 曾参加灭齐之战 与足兄杨坚感情甚堵 杨坚建立隋朝后 杨肃升任御史大夫 开皇八年 他以行军元帅的身份 率水军东夏灭掉陈朝 因为他看重晋王杨广 所以帮助杨广夺嫡成为太子 大业二年 杨肃也去世了 所以在杨广时期 隋朝宗室中 无人可用 隋朝也就二世而亡 我是杨堂主 关注我 期期都精彩